中央流行疫情指负中心宣布 卫福部桃园医院是红区 并匡列有将近5000人要居家隔离 而其中花莲就有6个人是必须要被居家隔离的 他们是在布桃的陪并者和同住的家属 而花莲县卫生局也已经列管采取居家隔离 也积极在协助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 花莲县卫生局表示 布桃陪并者的家人总共有6位 目前都在居家隔离当中 至于这6个人是否需要出塞 则等待中央流行疫情指负中心的指示 我想我们中午接到陶渊卫生局的通知 有一个陪并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总共6位列为我们居家隔离的个案 他是一个陪并者 以及他的家人 所以一共是6位一个家庭 我想我们已经在列管中 同时积极的协助来处理 目前这6人都在花莲境内 对 花莲县卫生局也呼吁民众不要过度惊慌 出入公共场所还是要佩戴口罩 做好个人的健康管理 全民一起来度过疫情挑战 大华莲新闻总和报道